受强冷空气影响,卧室出现持续低温天气,但寒风挡不住关怀的脚步。 1月8日下午,市委书记何琼美前往嘉基镇龙阁村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和党员干部,送上党和政府温暖的关怀。 在嘉基镇龙阁村低保护王韵春家中,何琼美向她家送上棉被、大米、食用油等慰问品及慰问金,询问她家的生产生活及身体状况。 王韵春一家五口,妻子刘凤菊患有尿毒症,家庭收入主要以大女儿打零工工资、低保金、困境儿童补助以及冰郎收入为主。 何琼美向她家表示新年的美好祝福,鼓励她们以乐观坚强的心态面对暂时困难。 相信,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帮助下,一家人生活一定会越过越好。 嘉基镇龙阁村低保贫困户王玉娟一家两口人,儿子林资金就读于省第三卫生学校,享受困境儿童补助和教育补助。 王玉娟平常靠打零工和种植橡胶维持生活。 在王玉娟家,何琼美叮嘱她注意防寒保暖,鼓励她树立信心,通过勤劳的双手过上幸福的生活。 嘉基镇龙阁村党职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曾凡哲,前段时间因身体不适住院,近日才出院回家。 慰问中,何琼美了解曾凡哲身体恢复状况,助她早日康复重归工作岗位,团结带领村两委干部做好即将开始的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, 推动龙阁村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。 市委常委、嘉基镇委书记庞飞陪同走访慰问。